目前从这个冰箱上看 不太像是一个 已婚的女性的冰箱 还像是一个 就是像大学生 或者是临时在外面 租一个房子的 那种冰箱的感觉 所以可以说是把 已婚生活过得 像是一个孩子般的 宿舍生活的感觉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好吃的 这个应该过期了 我觉得 没过期 朋友们 3月13号生产 它保质期是45天 没过期 还有几天 你要吃吗 你要分一下吗 还是你觉得放进去 等它过期再吃 因为我不吃青团的 我就是为了生活的态度 到了清明节 觉得应该买青团 不吃青团 真的我到了中秋 就会买月饼 但我也不爱吃月饼 就为了一个态度 对 仪式感 然后这是一个 辣酱 这是一个油泼辣子 然后这个是 这是唯一是烹饪过的痕迹的 对 这个东西是 东宇的经纪人送给老胡的 东宇的经纪人送给老胡的 对 因为他们俩是老乡 都是陕西的 哦 你跟他去过陕西吗 还没有 谈了十年恋爱没回去 过年怎么办 过年也不回去 过年我们俩 一直都是各回各家 就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 我们两家的亲家也没有见过 为啥呢 就觉得好像 你们是不是还没办酒 什么没办喜酒 什么 没有我们也不打算办 就这个婚礼蜜月什么的 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对你的父母来说 他们的儿子是最重要的 嗯 对我的父母来说 他们的女儿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其实女婿要不要带回来 儿媳要不要那个 这个是次要 我们先去陪 各自的父母比较好 李扬你们那个小姐 你们怎么办 这个问题 我们家是在婚前 是是这样的 到春节的时候 各有各家 但是在婚后的时候 就我们家非常传统 三十的时候 在我们家过 然后到初二的时候 一早 就回我媳妇家 过年对我来说 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我觉得一定要一家人都在一起 嗯 但是在北美的话 放假是圣诞节吗 所以我过年的话 我会特地请假 然后带我媳妇一起 我们回家 然后跟我的爸妈妈 她的爸妈 然后我们一家七口一起过年 我觉得一定要大家在一起才叫过 对不对 你的爸妈 她的爸妈是一家六口 哦我对不起 我知道我知道 哦 对对对 因为因为我媳妇刚好好 小杰要当爸爸了 恭喜恭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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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孩子可能确实是会不一样 我觉得 所以你没有什么婆媳相处的 什么困扰什么 没有 反正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挺对的 就是 婆婆要把这个儿媳当成女儿 女孩要把这个婆婆当成婆婆 什么意思 婆婆应该把这个儿媳当成女儿一样的去对待 视如己出 但是呢 这个女孩你不能把你的婆婆当妈 对 因为你所有的坏情绪都会对你妈展现 你会认为你妈给你做事是理所当然的 但婆婆不是 所以我从来不会什么喜欢我婆婆什么的 坏情绪是只留给我拿尊贵的母亲 哈哈哈 我们小杰有没有跟丈母娘的相处之大 我跟我丈母娘相处就是像妈妈一样的 就我们平时会讨论很多 家里的很多事情都会一起商量 他们翻新家要装修嘛 就是要买一些家电啊什么 因为我我丈母娘是方泰的忠实粉丝 真真真的是 然后然后他就问 哎你们节目好像是方泰赞助的 金主爸爸听到了吗 我当时我就想嗯好到时候 到时候我要买一整套的方泰的那个 厨店送给我丈母娘 嗯送一整套 因为方泰说真的很好用 而且他有 等会儿等会儿你是真心的在说 哈哈哈哈 真心啊 真的真的这是 真的是这样 没有他那个里面主要他有菜谱 老姨大家可以跟进那个 方泰厨店里面还有那个智能菜谱 用起来很方便 他还要专门去那个橱柜 定做方泰的尺寸去定做那个橱柜 真的是真的 真的我跟你说 他太听他丈母娘的话了 他不是上节目吗 他丈母娘说你的眉毛太大了 哈哈哈哈 你的眉毛什么 他眉毛太大了 他丈母娘大了 他就闻了一个眉 哈哈哈哈 哎 闻了吗 闻了 现在不是不可以闻身吗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吧 我好想闻了 但是不让闻 不一样眉毛没事了 你想怎么闻都可以的 哈哈 你想怎么闻吗 就只能是看不出的那种 不是 毛姐闻了两条笼子 哈哈哈哈 你闻了一条笼子 后期 后期 帮我们做十款王佳尔的文培推荐 好的 哇 今天有点开眼界 没有听说过这种相处之道 我觉得帕皮跟他的家人 对不对 所以现在有些年轻人恐婚 你听完之后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没找对方式 还是你比较幸运 你找到了对的这个人 很幸运这个是肯定的 然后我觉得 恐婚的大部分是怕一旦我结婚了 我就丧失我自己了 我就失去我的人格也好 我的什么 我可能都要为了对方去 怎样怎样 所以其实还是取决于你找什么样的人 以及你要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样的人 但是当那个人来了的时候呢 就不要惧怕 但那个人没有来的话 就不要凑合 嗯 嗯 加尔可能现在谈不上恐婚什么的 但是我真的有一个想法 嗯 我真的要今天大胆的说出来 我 我真的想三十五岁之前结婚 这很好啊 是吗 但是 很好啊 很好啊 很好 很好 一定必须 呃 啊就自然的自然的 哈哈 就自然 自然的 他一定必须要自然的在三十五岁之前结婚 就我想看我宝宝久一点 啊 我自己的想法 我想看我孙我的孙女上大学什么 啊 东宇会恐婚吗 你能想象跟另外一个人 啊 我真的 啊 我觉得这比较未知吧 因为你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 也不排斥 对对 所以我从来不会去计划 就自然 对就自然的 所以我没有给自己非得定三十五 万一你三十五找不着呢 你三十五找不着呢 单身是光棍 光棍 你现在就是光棍 我是光棍 王光棍 像三十五岁之前结婚 万一找不着呢 我是王光棍 我没没咒你啊对不起 哈哈哈 啊 我刚才说的那个有点不太合适 我重新说一下 好 ok ok 好好好 我四十五岁之前 哈哈哈 一定要结婚 再来个保守的 我五十五岁之前一定要 哈哈哈 一定要结婚 我觉得再不结就晚了 好 还是剪掉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